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但是這本書就厚到整個磚頭了,值得買 很多手足的心血,當然是我們熱血時報童癮,可以說是芝麻江先生的童癮 很多手足,很多手足,我沒有份的 其實我們這裡全部都沒有份的 很多手足都有付出他們很大的心血,就是這本《雨傘十敗錄》 今天是九二百,很多人說是兩周年紀念,也對的,兩周年紀念,沒什麼所謂 其實今天早上不是很想說雨傘的東西 不過我想也很難捱不到的,怎麼也捱到一點 總會提一下,又有那群人在搞活動,又在墨站,諸如此類 我們之前有一個巡禮簡介過,但我一開始,當然要講講講廣告 今天晚上發佈會,九點鐘至幾點? 九點半至十一點 因為要離開我們體育夠細的時間 體育夠細是八點到九點,大家可以過去參加體育夠細 那充滿了兩周的時間 對 我們先講講詳細的地址 地址在觀塘辦事處,就是觀塘康寧島的117號康寧大廈大樓角樓 名額30人 如果想報名,就打去9700315找阿力 9700315找阿力 我不知道滿了沒有 再重申一次,這個所謂的分享會 名額30人 最主要是希望我們這本《雨傘失敗錄》的資料內容更能夠豐富 現在相見有沒有看到直播? 看到的嗎? 看到的 不好意思 希望《雨傘失敗錄》的資料更能夠豐富 所以希望這次來得分享會的朋友 就真的有些所謂比較實料 是真的要分享的 是給你分享的 真的有些實料去講一下 感受不是說不覺得 但是有些實料去講一下 令我們這本《雨傘失敗錄》更加豐富的資料 即是記得實料是要有參考 即是你親身經歷過的 千萬不要說什麼 我聽湯沒有講呢 當時又怎樣怎樣的那些 即是你知道那些說話傳幾次出來就變了樣子 沒錯 所以就需要親身經歷 最好就有些相片 有些片 讓我們可以再充實多一點的內容 沒錯 這個時候 所以這個發佈會的意義 就比較深一點的 不是單單純純買書 當然買書是首要任務 你買書這個基本的 因為這是第二版 第二版 第二版 糟了我不知道價錢是否一樣 應該暫時我收到的消息也是一樣的 一樣的 都是288元 真的 那種划算 我都不會說 超划算 那種 你第一版買了嗎 第一版買了 第一版買了 當然要買第一版 我買第二版 我打算買第二版 扯什麼 你第二版還沒出 你現在說 現在就出了 今晚有 記住 追你掃 大家記住 聽我沒有說會買第二版 那我買什麼這麼奇 因為很追我 神經病 我覺得你很難說 話說回來我還未見阿基 還未見阿基 我早餐阿基 大家看看我 他明天回來 他明天回來 我忘記了 我想到大香港早晨見到他 那你不是晚上契大 會見到他嗎 整個星期 神經病 他沒有推咪很久了 現在升主教推咪 一直推咪 不要說第二個節目的事情 說回我們今天的題 第一節的題 就是 不說雨傘 需要說的內容都說了 剛才這樣 那麼 最重要大家就是 今晚過來買書 買書 還有有實料分享就分享 那麼 那麼 第一節 第一節是說什麼呢 第一節我們說一下 立法會的狀況 那麼其實立法會 就是 接下來 下個月12日就正式來了 就叫做首次會議 那麼 那個後任議員 各有不同的新聞 阿泰都有新聞的 都幾多的 不是很覺得 其實不是很覺得 都多的 主要都是明道 那些打算搞他 是嗎 我看到有一幅照 就這樣 不知道做什麼 他好像做哪個電台的 那個 那幅照 那幅照 好像是商台 但是那幅照 不知道是不是 找回之前的照片 什麼 請楊岳橋吃檸檬之女 就說楊岳橋找他 定期類似飯盒會的東西 就是 非建制的議員 大家聚首一堂 吃吃飯 那樣 阿泰就很遠轉 不知道他遠不遠轉 因為兜兜兜兜兜兜兜 我不知道他 那就叫做拒絕了他 那樣 那阿泰不斷都強調自己是1比69 那樣 就是經常看 我經常都說他漂白水那些 1比99那些 那樣 Anyway 阿泰的消息都有的 但是就不夠其他人多了 就是訊息那些 又不上來 我們大香港早晨 哈哈 我也不知道太熱 太熱 是我們趕了他走 我沒有啊 我沒有啊 當然大香港有禁後一開的 有說要封殺 是啊 但是我沒有啊 我本人沒有啊 我經常都哀求他 我經常都PM 說你發不發 主席 你發不發 我沒有叫他主席 我叫他沒有發 我叫他鄭議員 鄭議員你發不發 鄭議員你發不發 那港立法會 就說有現在來 就因為下個月12號 那就正式開播了 那大家正式開播 有不同的資訊 那其中一項就是 宣誓的問題 宣誓 就是說 立法會議員要宣誓 才能夠正式成為這個立法會議員 那大家都知道的了 那遠古 都不是很遠古的 其實就是 教主啊 就是上屆 是啊 不知道上屆的 第一屆都是 是 12年 2008年都有的了 就是教主啊 長毛啊 就是當時的教主領導的社民連 或者教主領導的人力都好 不要說領不領導 待會有些說不太高興 你不領導 那時候那兩樣子 你不領導 你不領導 教主領導 然後又有些人出來指下鼻子 我才是主席啊 這樣吃了屎 我想說 算了 這個就 所以說宣誓玩東西 其實都很久了 我自己就覺得是教主帶出來的風潮 這樣說 其實我 也都 大家都 我相信記憶猶新的 教主 比如 中華人民共和國裡面的宣誓言裡面 將共和國那個剪掉 就是 就是 大過去 就不說出來 其實 所謂這個宣誓玩東西的程序 其實是一種姿態的表現 就是不肯討我們共產黨 或者覺得你這個港共政權不行啊 就算我進來 建制的一部分 所謂建制的一部分 就是立法會議員這個身份 確實是建制的一部分 是啊 你也是人民代表 如果你是直選的話 這樣 那 有種態度 姿態擺出來 這樣 我覺得無不可的 這件事情 但是 現在 這個新的 一屆的立法會議員 那麼多 後任的 年輕 青年的議員 那他們又會怎麼做呢 那你有沒有資料可以說 現在來到說 其實就是 羅冠聰也有說 對 羅冠聰也有說 他就說 宣誓時會 羅冠聰是不是 是眾志還是清靜的 中志 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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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記錯 羅冠聰是吃杯麵的 他究竟是 學民思潮 即是眾志 即是清靜 只是學聯 我真是咧的 是 從37個人選出來的 你們這些 這些 恁 你不會問 羅冠聰就說到 他宣誓時 會走過要走的程序 但是可能比較 brute 製了 他怎麼是甚麼 這種人 看起來 他是你,就舉宗旨 就是那些發誓那些 這個我不知道你意思 我知道,你不知道嗎? 背後,在背後,就是前面發誓 前面就發誓 後面就放在手指後面 那就是等於你圍誓的 其實你不是真心發誓的 有些類似的東西 是有這些東西 那是不是這些呢? 其實我覺得不提,羅古聰明應該不提 因為他要展現給人看 他應該想做手語 加些手語 那也有可能 但是有些是暗糕 你九月後任法會議員 當時那個手語日是甚麼呢? 只有阿泰去而已 我記得是醫院 你想在宣誓那裏搞些手勢 搞些什麼叫做姿態表現 你就去學一下手語 你以後只有阿泰去 我都不明白你們 哎,用腦子嘛 那些阿泰是怎樣的 但阿泰在報道裡面 明報報道 阿泰就沒有回應這個事的 就是關於鄭松泰議員 我們的專櫃的 新鮮肉櫃的鄭議員 就沒有回應這件事的 暫時沒有回應 關於他的宣誓到底是怎樣的 我們暫時沒有聯絡到 其實沒有找到 就是鄭議員 所以實在他的表態是怎樣就是不知道的 我作為的 我是選民 我投了他的票 我作為選民 我們有做傳媒 我覺得阿泰應該回應這件事的 太過不尊重說明 究竟阿泰會在宣誓大會裏面做些什麼事呢 那不如我們現在打給他吧 會什麼驚歸天營的事呢 老實說我就覺得不會 老實說今時今日 在這個立法會再做這種姿態的表現 就是 做是無不可的 說真的 無不可的 但是做來又說意思是不是很大呢 其實也不是很大 再說你這些 啊是 眾志 我想說清靜的 你不要撈亂啊 就是一群青年的後任議員 你們其實我覺得 我觀感上 你們不會很討教主的 是不是 不會很討王毓民的 所以專門選不做 你追蹤 如果你們要 他現在做的嘛 他現在就是想說 會在宣誓的時候 玩一下東西 加一下料 現在只是看到他說做手勢 那就是加料啦 那就是不同加料方式 他是會用一種 我雖然都加料 但是我那種加料 跟你不同的 我是要 遠別不同 還要比你厲害 他們是喜歡做這些事情的嘛 那 那厲害不厲害 就沒什麼所謂啦 過發過眼 他們經常覺得自己厲害 本身這件事 就不是有什麼特別那麼厲害的 是純粹姿態表現 我想說就是說 如果你們不是那麼喜歡 王毓民議員過往的做法 各樣東西 或者不是很擁抱 王毓民思想 這樣 那你就無謂追蹤 王毓民做這些 就是做過兩屆 你又追蹤 情外以堪 除了剛才說的羅冠聰 還有這個鄭松泰 那梁仲恆呢 都是無謂的 青年新政 這個就是青年新政 是啊 這個就是青年新政 我以為是本文錢 不是不是不是 青年新政 這個是本文錢的Plan B 是嗎 Plan B 很難到 梁仲恆是議員來的 不是助理來的 青年新政 是議員 但是青年新政 是助理的Plan B 嘩 多複雜 真的複雜 真的複雜 即是 即是 應該是會混合的 其實 李英 李英他們兩個黨應該要混合的 即是本文錢和青年新政 應該是要混合的 那我也是這樣看的 暫時他不認 我也聽聞過 有些說法 是說 希望呢 就藉著這個 就說 本文錢做一下這個 因為他們共同去請 去請這個 做理 就是兩個議員 那樣 就說 大部分請本文錢和港大的人 是啊 即是港大那班人 還有請那班自稱港大人的人 是啊 是啊 那些說不吃政治飯的人 他主要就是請那些不吃政治飯的人 去做議員助理的工作 是啊 你的人 不是我說的 是他講的 我可視港大人 對 而HKU是 地球領先的 是的 領先地球的 這樣 他們就有個 說想磨合的狀況 就是可能通過這個 請他們去做助理 要大家聊一下 那些分工看似很仔細 做起來不知道 都要看他們 因為他們黨內的事 我都不免批評這麼多 但就 作為一種娛樂去看都不錯 這樣 看看他們什麼時候 拭目以待 什麼時候罵架 啊 去那裏由否 明明約了去那裏 你們自己去那裏 所以你說這些後任的青年議員 去做宣誓各樣 就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看看到時候有什麼搞 有什麼特別的手勢出現 是不是 你說手勢 我旁邊的譚仔手勢就出了名 怎樣了 怎樣了 這個嗎 這是很小事的 演藝手勢王 簡直是 我都不想提 這些很小事 這些很小事 這些已經過去 無謂在我們都很光環 過氣 你明白嗎 這些已經很落後了 你今時今日做了這樣的事情 只會被人笑 而已 那我 即世界是會進步的 我又不會說太過harsh 我剛才說過 不過我對於他們宣誓 我沒有什麼意見 那你是不是都宣的 那你除非你說 你真的走上去 我現在不宣 我不能做 現在馬上去重選 這樣就真是威風 已經聘請了人 各樣的 所以我覺得 都是這樣 那你就做一些姿態 我又不會有太大的意見 對這方面 你說那段誓詞 其實本身是怪怪的 我都覺得那些細節 因為什麼 我今次宣誓 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太擁涌場了 他每次都一定要加 譬如他其實是香港基本法 大家都明白是什麼 可能我不知道 是否法律容譽問題 他們要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 那樣 可能是法律那些問題 所以就要加到 禁忍實場 也有些主權的問題 說起主權問題 就是 阿昇 我都搞的了 這個 我們等 我最主要 關於這個宣誓問題 我最主要想等阿泰的回復 看看我們追訪阿泰 追訪阿泰 那其實這個 除了宣誓之外 立法會 接下來有些新搞作 因為是新一屆會議 新一屆立法會 那有什麼搞作 原來是有新系統 你知道嗎 換了投票系統 換了投票系統 我想看看 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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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張圖 有沒有舊系統 還是沒有 如果大家 這個都是新的 阿昇傑 剛才那幅圖的舊系統 舊系統在旁邊 在左手邊 隨便 看看新的先 現在新的立法會系統 會換成一個touch screen 大家現在看到 有一個螢光幕 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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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會顯示一些,例如時間等等,就是下一個議員到哪一個議員發言等等的一些相關的資訊 變成你就不用看著會議廳的一個大電視才知道相關的資訊 那就擺到screen在你抬頭,就叫做方便一點的做法 跟著還有另外,其實他去年都有引入相關的裝備 他去年就已經買了一堆iPad,就拿來做一個方便他們做一個流動的表決 就是in case,譬如說有一些情況,譬如說被人衝擊了立法會,被人佔領了的話 那他們就可以拿著iPad出去另一個地方開會,用一些iPad來投票 這個之前就說iPad,接著好像需要20個多萬 需要28.8萬買了80個iPad 去年就買了80個iPad,iPad mini 3,3 就買了80個,最終沒怎麼用過的 那原因是什麼? 應該沒用過吧 原因是什麼? 因為其實他這些iPad是用來在會議廳以外的地方用的 就是在其他場地 為什麼投票需要用會議廳以外的地方,我真的不明白 這個 因為其實他之前也有說過了兩年左右 大概 就是說有些人衝擊的時候 那假設是霸佔了立法會 因為當時其實在2014年中的時候 試過幾次衝一下立法會,撞一下玻璃打爛一下東西 那當時好像曾俗成有出來說過 就是如果incase有什麼事情 沒有辦法在立法會大樓開會的話 那就可能會去其他地方找一些場地來開會 那他去年買了的這些iPad mini 3 用了28.8萬買的這80個iPad 那就是想著說 就是拿來做後備 如果在一些沒有表決裝置系統的場地那裏 那就可以用一些iPad來投票的 那就可以開發了一個叫做 流動電子表決系統 是啊 不過他也說明 就是不會讓你離開了一個廳也可以用的 那一定要在他的會議廳那裏插著才可以用的 這個有點混淆 第一件事 上年就買了80部iPad 花了28多萬 29萬差不多 但就沒什麼人用過 因為沒有人充電過 就我所知應該沒有 那他買的原因就是 因為要流動表決系統 因為有其他機會 不可以在內會或大會的建築裡面去做這個投票 所以就花了29萬去買這件事 好了 但今年最終出來 第一件事就不算是用iPad 我們先看看現在新的那個 現在新的那個 你見到是不算是iPad來的 很明顯的 那好了 你看過interface 有interface 就是有整個有畫面 對 這個界面 那個界面就是這樣的 上面那個 上面那個那個就是什麼 議題內容 黑色的框那個 黑色框那個就是議案 現在看到那個畫面中間 現在是哪個議案 是不是 紅色是代表什麼 市監 右上角那個紅色 右下 下面那三個按鈕 下面那三個按鈕 綠色就贊成 紅色是反對 黃色是棄權的 綠色就贊成 紅色反對 黃色就是棄權 對 那那個p是什麼 那那個p呢 就是什麼 p present 哦出席 出席 你有沒有出席這樣 這個按鈕 按鈕 四個touch screen的按鈕 和舊的是一樣的 舊的 和舊的排序 都是有四個這樣的按鈕 我想就是 現在看到我們在畫面 在桌上 那現在你搞這個新的 新的所謂流動系統 那他呢 其他其在 我們要說回原意 為什麼本來要去年就買這個 但是今年雖然不是用ipad 花了一些冤枉的錢 再開發一個新的touch screen 系統 就是流動系統 投票系統 但是就 他有一條線 就是本來想著 我不可以在 如果假設我不可以在 大樓裏面 大樓裏面去 投票的話 那我就拿著走 所以才是ipad 3 ipad mini 3 啊 屌你 現在不是 現在他又是推出 touch screen 系統 但是他就 變成了不能流動 因為插著這條線 你看到他整個screen 我們可以再看一次 剛才那張圖 他簡直好像一個屏幕 是有一個阻子 是黏住了 在那裏 這個阻子是不是可以拔出來的 我現在看他的設計 應該比較難拔出來的 就是我不排除他有其他特別的裝置 但是看他現在的款式 應該不行 走鬼啊 扯夠爛他 就是這個 首先這個東西 又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很擔心是大陸貨 屌你老米 那個東西 爆炸的 現在我就這樣看 他沒有牌子在上面 很難說 又或者他可能直接 跟大陸的廠 訂一個 touch screen 螢幕 然後自己弄 另外這個系統 又不知道做來做什麼 好地地有一個 舊系統 屌你老米 其實我自己覺得 因為你知道有老人家 雖然有很多青年 進去做後任議員 但是還有很多老人家 賀俊仁 就說很厲害玩iPad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厲害 你不明白 對於touch screen 方面 而且你那個界面又很肉 酸酸的 你等一下 按一按 也不夠 而且你那個 我真的很懷疑 而你那個本身那個 就是現在新搞的 touch screen 究竟好不好 就是按得好不好 你知道嗎 很多時候按 手汗大 油 那些全民進步 都不可以 那些專門睡覺的議員 那些口水流到周圍 都弄得自己濕了 又可以按到 好地地 有一個按鈕按 又不可以用 其實我覺得按鈕很好 雖然就算按鈕 都試過投錯票 黃碧雲試過投錯票 雖然也是 但其實那個機會 其實我覺得現在有個新系統 你變成是投錯票 或者按不到 即是那些 師奶阿嬸 你媽媽可能不是 我媽媽也有說 我媽媽不肯適用新科技 經常都很古怪 例如對著iPad 阿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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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怎麼辦啊 你突然會突然間 想想 如果在南法會 那些 蔡麗雲 梁美芬 那些 然後對著她 唉唷 這是做什麼的呢 其實你說蔡麗雲 雷美芬 可能你都好像很太太 但最恐怖的是哪一種呢 毛孟靜那些才恐怖啊 你明白嗎 毛孟靜 毛孟靜那些 會覺得她不會自己認自己不認識的 你明白嗎 蔡麗雲那些 都不知道你搞什麼 可能會說 唉 這些不好的 這些東西 可能就這樣算了 但毛孟靜那些 不會自己認自己不認識的 例如說我好認識的其實 是你不好的嘛 接著有什麼問題 然後斷究著 現在你搞影響了我的投票啊 那些人 一大堆東西說出來 浪費了時間 應該主席應該踢走他們 這些時候 你想想一大堆這些 類似潑苦的問題 對嗎 你對著這個 這樣的收投票系統 很嚴重的 又或者到時 然後又 扮投出 不是說扮 就是有時候 又不刻意投錯票 然後又賴毛季 是啊 就是新機 不肯定 我明明是這麼反對的 是啊 但是他不知為什麼 自己退了個贊成那裡 然後之後 之後會怎麼解決呢 之後他們會弄一支筆出來 專門是給你投票的 你手指說 按不到 我弄一支筆出來給你 這樣 然後這支筆呢 又怕你掉了 然後又會弄一條線 那你選到 選到 那個 那個演員那個Panel位 那個床的位置 那幾十多樣東西 那樣 然後這支筆又覺得 啊 又容易掉了 不如整天又不知道 找到去哪裏 就算弄一條線 然後又加一個筆左 那樣 你明白嗎 然後又弄兩個 小小的那些 雨傘章 這樣遮住那個贊成 遮住那個氣團 就是你見到 就是變成了 就是每 架床跌屋 那些東西 將會是這樣 就是越來越搞 越來越搞 而且你當我新Panel 在那裡 那個touch screen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 有些新花式 去擺 擺一些裝飾 你知道 那些抗議標語 各樣 哦 現在有東西凸出來 有掛上去 對 掛多一點 這樣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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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無究竟 這塊東西 我們說 為什麼說得這麼無究竟 因為他這塊東西 本身很無究竟 那麼 新的立法會 其實就 其實你聽到 其實沒什麼 其實沒什麼 什麼宣誓 什麼新的 所謂系統 都無究竟 要浪費錢 純粹為了 等他現代一點 就是 浪費錢 他有沒有說到 舊的東西有什麼不好 總之一句說完 浪費夠錢 總之就是 那 沒事的 你說我新的 那些 Panel那些主席 爭得怎麼樣 現在沒有正式 沒有正式的情況出現 究竟又是誰 可以做到大會主席 有說是梁君賢 也都未肯定 這些情況 那麼 阿泰也找不到 回來做訪問 你可以待會打給他 講時說 喂 928是他結婚週年紀念 是嗎 是啊 剛剛有人推出一些帖文 我不是 那時候是 那一期就是 去了旅行 因為結婚週年 這個知道 但問題是 是不是那天 是啊 那些人推出來就是 大家可以看回 早幾年還在的節目 一個叫熱血公民教育的節目 當時我們也有 將他結婚的片段 放上網 這樣空洞 大家可以欣賞 好 下一節回來再講